司马懿其实一眼就是破空城计 为何选择退兵 临终前 他对儿子说出了真相 您收看的是 不一样的电视台 和导电视HOTV 创作不易 需要你关注点赞与转发 谢谢大家 请您收看 孔明传令 将惊奇进阶隐匿 诸军各首城铺 如有望行出入及高颜大语者展之 大开四门 每一门用二邻军士 扮作百姓 洒扫街道如卫兵 到时不可煽动 无字有记 孔明乃皮贺场 带轮经营二小童携清一章 于城上敌楼前 平栏而坐 焚香操情 这段话出自三国演义 是这本名著中 极为精彩的片段之一的空城计 也是诸葛亮智谋的高光体现 以城中2500名文人 下退司马懿15万大军 单单就这份唬人的本事 能够诸葛亮吹嘘好几年 难道司马懿不如诸葛亮 亦或者说司马懿笨得看不出诸葛亮 在场空城计 倘若真是如此 那么他又何以成为 终结三国乱世的最大赢家呢 司马懿并不笨 甚至在不少人学者的眼中 他的能力比诸葛亮要强 甚至连曹操都不如他 正如开国伟人所言 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历来说他坏 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那么 究竟司马懿是否识破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 其实我认为 他一眼就是破了空城计 那么他又为何退兵 对于这个问题 司马懿临终的时候 对他儿子们交代的遗言 便是他当年退兵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曹操去世之后 曹丕继承大统 作为帮助曹丕登上皇帝的司马懿来说 自然也是受到了重用 而司马懿确实很有能力 有他在 曹丕确实省心了不少 而更让司马懿受宠若惊的是 曹丕对他给予了十足的信任 简直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萧和 而只要曹丕带兵出征 就会留司马懿镇守许昌 相反也是如此 正如禁书中曹丕对司马懿所言 吴东军当总西市 吴西军当总东市 而在曹丕去世之后 司马懿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大臣 后来摆平了曹真等人之后 司马懿大权独揽 此时的蜀汉刘备也已经去世 刘善即位之后 诸葛亮也成为了蜀汉名副其实的权臣 就这样 两位天生的对头有了交手机会 诸葛亮的理想是匡扶汉事 而曹未篡汉 那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再怎么说至少得挂羊头卖狗肉 门面上能过去吧 偏偏曹丕等人不这样 直接自己当了皇帝 是可忍孰不可忍 诸葛亮作为曹瑞的叔叔被忍悟 他就忍不下去了 于是决定东出骑山 新师乏魏 曹未面对诸葛亮的挑衅 也不能干坐着 司马懿就被派出兵抵挡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是最容易成功的一次北伐 只可惜被马素扯了后腿 马素这个人呢 总觉得自己读了很多兵书 很牛气 尤其是佩服韩信丸的那一招 背水一战 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以为了置尽韩信 他便将士兵驻扎在山头 等到敌人向山上进攻的司机 向山下来个漂亮的冲锋 可是马素没想到 曹未的军队根本不进攻 而是直接切断了山下的水源 这下惨了 蜀汉军队不攻自破 马素也丢了接亭 接亭是诸葛亮设计好东出的跳板 此地丢失 也就意味着蜀汉大军没有地方落脚了 不得已只好撤退 司马懿信奉趁其病要起命 自然不能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于是便带着15万大军 直接杀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 诸葛亮很忧伤 他没有想到在21世纪都快被封神的他 竟然会小命不保 当时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 只有一帮文臣 原本士兵有5000人 但还有一半被安排出去押运粮草去了 一2500名文人对抗15万的大兵 这仗打起来根本没有悬念 西城里的所有人 面对这种情况都差点被吓杀了 好在诸葛亮很镇定 他仔细思考之后 便对这城中仅剩的2000多人做了安排 四个城门大开 每个城门前派20名士兵 装作百姓扫地泼水 剩下的士兵全都藏起来 而他自己则带着两个小书童 端坐在城楼上焚香弹琴 很是惬意 司马懿的先头部队到了之后 看到这种情况都蒙圈了 自然也不敢轻易进入城中 便积极去会报给司马懿 司马懿一开始并不相信 但等他到了城下的时候 果真看到了正在弹琴的诸葛亮 司马懿思考片刻之后 便下了撤退的命令 他的儿子司马昭很是疑惑 对司马懿说 是不是诸葛老儿故意布置的一阵 其实城中根本没有兵 司马懿听到之后便说 诸葛亮一生谨慎 未曾冒险 此番行径便是有所埋伏 还是撤兵的好 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了 可是仔细想想却很不可思议 因为太假了 司马懿如果当时并不确定 城中有没有埋伏 无需建成 只需要用大军包围住西城几日 难不成诸葛亮能一直在城墙上 喊个不停 唬人只能唬一时而不能唬一时 时间自然能检验出城中的虚实 所以我认为司马懿其实一眼就看出了 诸葛亮是在畅空成绩 而他之所以退兵 是因为有更长远的打算 而在他临终前 他的儿子也终于明白了老爹的用心良苦 司马并重拾 叫来两个儿子 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无是为利年观授太父仁臣之位即义 人间已无有意志 无常怀恐惧无死之后 如二人善理国政府 地平九州 慎之慎之 这句话是司马懿对自己生平的总结 和对后世的交代 他自己也清楚自己是权臣 并且当时的人都怀疑他有一心 而他也经常内心恐惧 那么这段话和司马懿退兵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因为当时的曹魏能扛住诸葛亮进攻的只有司马懿 如果司马懿把诸葛亮给活捉了 那么他也就失去了价值 也就是说 只有诸葛亮活着 司马懿才能是司马懿 而诸葛亮一旦去世 自己必定会成为曹魏小皇帝怀疑的对象 那么他离被灭族也就没多远了 这样以来 他恐惧的事情便会成为现实 历史上首先提到诸葛亮使用空城记的 是南北朝的一个叫郭冲的文人 他在著作《调量武士》里 记载了诸葛亮以空城击退曹魏大军的故事 后来贝罗冠中加工写进了《三国演义》中 进而家喻户晓 此外 也有些学者表示 诸葛亮根本没有摆过空城记这件事 是虚构出来的 不过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即便是虚构的 也成为了名著中极为精彩的桥段了 即便不是史实 也已成文学 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 视频制作 不一样的电视台和导电视 HOTV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